在撒哈拉沙漠有一种蚂蚁 这个蚂蚁它非常厉害 它可能从它的蚁穴里头出来之后 在沙漠中行走 可能走出这样子一个路径 走的路径大概经过了500公尺的距离 它从这个点突然想要回家的时候 你想它会怎么走呢 它会它记得它从哪里来吗 它的加在哪里 OK 结果我们知道它不只是记得它是怎么走过哪些路 甚至于它还会做加法 它会直接的把这些每一个路径当中的向量 把它加出来 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 又知道自己原来的这个位置是哪里 也就是它会直接算出 从它现在的坐标 回头看自己的家里 马上连出这条向量出来 然后它就会沿着这条向量的直线直接回到它家 它的蚁穴 它不需要再透过原来来之路 这样走 才能回来 这是非常奇妙的 这么小的蚂蚁它居然能够这么快的直接找到一条回家的直线距离 那蚂蚁是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呢 那当然就是我们在这一张所学到的一个向量的概念 我们相信蚂蚁它自己的这个脑子里面呢 有一个记忆向量的一个功能 然后会把这个向量的加法把它算出来 所以它就可以很快的得到回家的直线距离的这个路线 好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总共假设这个蚂蚁从这里出了它的蚁穴 这是它的蚁穴 它的家 第一个走这一步 然后再走这一步 再走第3 再走第4 再走第5 走完第5之后 它就想要回家了 那么 它要走直线回家 就是应该从这个红色的虚线回家 这是直线距离 直线的路径 直接回来 所以蚂蚁要得到这条路径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就是要把所有这五个向量的加法 要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把它加好 知道这些向量加出来的总和向量是这个向量 所以它只要把这个向量把它倒回去就知道回家的直线的行进路径就是这条直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以这个例子来讲 D1 D1是沿着正X头方向 所以D1呢 第一步是60 按照单位向量的分量表示法的话是60 第二步呢 是D2这个向量 D2这个向量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所以 它的DX呢是负的 它的DY是正的 就是负5.2跟3 第三步是沿着水平的方向 往负X方向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负6 0 第3 第4呢又往这个方向走 是X跟Y都是负的 所以第4步我们可以看到是负的 最后一步是沿着正Y方向走 所以X等于0 这边是正6 所以把这六个向量加起来就是X跟X加Y跟Y加加出来结果是负的8.2加3.8 换句话说走了这五个向量之后的总和向量是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是负8.2 这个向量是负8.2 负X方向 正Y方向正的3.8 所以就是这个向量 OK 所以蚂蚁马上知道来之路的这个向量是这个向量 所以回去之路就是把这个向量取负号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很快的他就知道回去的向量应该是什么向量 好 最后呢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向量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向量它的这个大小与这个夹角的表示法表示出这个向量 做法很简单 做法很简单 我们先把这个往从家里到中了点的这个向量呢 它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先算出来 就是这个向量的Y坐标除以这个向量的X坐标 Y坐标是正的 X坐标是负的 做出来就是负24.86 这样的一个角度 所以这个角度跟这边的夹角 而负的24.86 其实呢 应该是 夹角应该是这个这个角度 对不对 如果说负的就变成这个方向 其实不然 它是也 它是转到第二向线的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知道夹角应该是从 正X到这里 而这边有一个负的这个角度 对不对 负的24.86 所以这个方向应该是负24.86加了180 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是155度 所以我们知道 从 乙穴到末了点的这个向量呢 它的方向 与正X的夹角是155度 而它的大小呢 刚刚我们已经得到 X跟Y 所以把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开根号 就到9.0公分 OK 所以这里到这里是9.0公分 而方向呢 是155度 跟正X头加155度 那回去之路呢 就是把向量倒过来 倒过来的话 大小不改变 但是角度呢 就变成了我们刚刚所要的 负25度 这个 就是直接直向这个方向 所以角度是负的 正X转到这个方向来是负的 负的角度负25度 好 这就是这个 3-5这个立体 所以我们了解到 蚂蚁呢 似乎在它的脑子里面 就是很自然的 会做出这个向量的加法 它才能够这样迅速的反映出 这条回加的直线道路 好 这是 这个例子 所以我们非常 压抑这个 这么微小的生物 居然 能在它的脑子里面 很自然的 就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向量加法 很快的就把它做出来 OK 当然实际的运作呢 可能 不是我们三言两语 这样随便讲就可以了 当然 实际的情况 还是要由这个昆虫学家 做很多的 研究之后才能够 给出更精确的描述 我们只是按照 我们从向量的这个概念呢 推想 蚂蚁的脑子里面 可能会做这样的运算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 如果我有这个 A向量跟B向量两个向量 其中我只知道A向量是如何 但我 我 我 我只知道这个 这个 这个 A向量呢 是可以被清楚描述的 它是 A向量是长度22公尺 它 跟 这个正X轴呢 夹了一个 47度角 OK 但是呢 这47度角是clockwise 顺时针的 所以从正X轴 顺时针的转 所以转到第四向线 所以 A向量是长 这个 这个向量 甲角是47度 跟 正X轴 甲角是47度 OK 而它的长度是22公尺 这是A向量 我们知道它 清楚的知道它的这个方向跟大小 但是对于B向量呢 我们只知道它的长度是17公尺 这个B向量是17公尺 那它究竟在什么方向我们并不知道 啊 只知道呢 啊 如果 啊 我们把 A向量跟B向量如果加起来会得到一个C向量 而C向量它没有Y分量 它就是直接 躺在X轴方向上的一个向量 所以 由 A向量 以及B向量的长度 再加上 C向量 的这个 呃 呃 方向呢 是在 正X轴方向 这些 从这些资讯呢 我们 呃 能不能 算出 B 它实际上这个向量的角度 啊 以及 这个 呃 C向量的 长度究竟是多少 OK 好 做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这样看 因为 C 它是A跟B 两个向量的合得到的 所以我们知道 光是看X分量的话 就有 这样子一个性质 对不对 如果看Y分量就有这样子一个方程式存在 所以我们先来看 这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当然就是 C向量 对不对 C向量 它 基本上 因为 它的这个夹角就是 零度 所以 呃 所以我们知道 呃 CX呢 就是C 的长度 OK 好 那应该会等于 AX A向量在X轴方向的这个分量 再加上 B向量在X轴方向的分量 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对不对 啊 那已经知道 A是这个角度 负47度角 啊 因为Clockwise 我们刚才讲这个角度呢 应该是负47度 然后 B向量 跟X轴的夹角 应该是正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个方向 所以是正的夹角 而这个角度 我们如果叫 phi的话 所以 B向量 的这个 呃 把它的长度 17 乘上cos phi 就是B的 X方向的投影 所以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应该就是 这个 OK 同样的 我们 呃 再利用 Y方向的这个分量 的这个方程式呢 我们知道 如果把 C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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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等于0 所以 两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就是差一个负号 所以 AY呢 我们可以看到 AY就是 呃 就是沿着 呃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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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 在Y方向的分量呢 是 17 乘以sin 5 OK 好 所以从这个式子呢 我们可以得到 5角是多少 因为左边是0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算出 啊 把左边是0 所以我可以把5 推出来 应该是 啊 把 22 乘以这个 除以17 OK 啊 搬过去之后 有个负号 所以负的17 啊 再取Axine 就会是我们要的这个 啊 5角度 啊 所以5的角度 推出来是71.17度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就是 B向量 跟X轴这个夹角 是正的71度左右 第二个问题是要问C的长度 C的长度 我们刚刚已经 从 这边已经可以 看得出来 C乘上cos0嘛 对不对 cos0是等于1 等于22 这个都可以算 对不对 而这个phi已经算出来了 phi是等于71.17度 所以把 这边用71.17 带进来 你就可以算出C是多少了 算出来的结果是20.5公尺 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 好 希望这几个题目呢 让同学们熟悉的 向量的加法 还有这个 夹角的这个问题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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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